又回到9月12日的香港沒有格仔 大家網友久等了 我們今天看到最大一件事 就是數碼港400G Hardis 終於流出了 資料外洩 資料外洩了 這件事 我想之前爆料的網站 破壞了柴桿拿的好事 正正因為爆了之後 我懷疑是不是正正爆了之後 原本特區政府想給錢撕了 現在就由得它爆 你看到上次數碼港的經理 他接受傳媒查詢的回應 他都說過 暫時一直以來他都是假裝沒事 現在就說 他今天就解釋 有些人還在問 其實現在還在 還有些人在問 喂大哥 你現在 究竟你怎樣搞啊 你現在已經是白白的看著他 眼白白的看著他 現在就是爆了出來的了 其實你現在翻開資料 8月18號的時候 一早已經 就是已經知道了 數碼港 是9月6號 因為 人家有個黑客網站 黑客資料的網站 在這個Twitter裡面公佈了一件這樣的事 RFA跟進報道 9月6號迫不得已 才對外公佈 才告訴那些人 究竟哪些人中招 現在數碼港 他怎樣回應呢 當時未掌握到被盜的數據 涵蓋的範圍 在未釐清任何的具體資料之前 未有廣泛報導引起不必要的疑慮 所以在9月6號 主要在暗網裡面 有些疑似和該件事件有關的資料披露了之後 才去公佈 通知有可能受影響的人士 有沒有這麼忘鉤呢 即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你被人勒索的時候 勒索你的人 柴桿拿這個組織 一定是跟你說了 他現在勒索你的什麼 連之後你現在告訴我們 你不知道他勒索你的什麼 你信不信 不要玩啊 作為惡意入侵的受害者 對所有形式的網絡犯罪行為 語意嫌例譴責 你不要說譴責這些廢話 難道你歡迎什麼 簡單說就是 失業罪案調查科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應該要怎樣查 怎樣追蹤那些黑客 所以他們譴責完就算了 做了事 即是這樣說 你如果全力去做這件事 做出好戲給香港人看 都算了 但這個時間裏面 這個月裏面 8月去到現在 你整個警隊是無所事事的 真是正經事不做的 在搞人家什麼呢 光榮米線 搞到人家人心惶惶 是吧 駱駝七大廈 人心惶惶 屎惶惶 就是搞這些沒必要的事 一直在做一些政治報復 政治執法 那如果你現在翻查 正經事就不會做過 這幫混蛋 鄧炳強 又或者香港政府網站 基本上都是當這件事沒事發生 沒有事發生的 今天記者會有沒有人問他 記者全都死了 全部都 滅了聲的 按道理 蕭澤 那些應該要出來開記者會 如果你看回香港警察 積極去參加一些吹水會 但是數碼說 食物事件 黑客入侵事件 就真是 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就不好意思了 除了嚴厲譴責之後 對今次受害者 就心表 就是什麼 又說 心表遺憾 又覺得什麼 就是不好意思 Sorry 向公眾保證 已經採取積極的果斷措施 加強網絡安全 你這幫人的混蛋 香港警察的Facebook 近24小時裡面 你見他講得最積極的 第一就是 刑出目注意 就不要追著刑魚 會犯法 第二樣東西 就是我們昨天說過 一個印裔男子 就非禮韓裔女網行 被人握球 是的 基本上每隔五個小時 就說一次 這樣 那個進展 你這幫人真的沒有 即是 叫做告訴你 這個是 不無正業都算了 想著在這裡 哇 10月1號 即是 國慶日 整班立法會 搞立會好聲音 原本 原本 李家超都想去的 嗯 原本李家超答應了的 之後覺得 搞中聯辦都出聲 接著有些政界人士 都覺得看不過眼 他才縮回頭 這幫傻子 立會好聲音 立會好聲音 又請了特首來 跟著 這個什麼 馬會又課稀50萬 這樣 這樣 你這幫傻子 是吧 跟著 然後你看 就說什麼 現在呢 不是說 不做事 全部都保鑊 那數碼 數碼 就說 就是說 就是說 現在調查結果終於有了 你現在洩露 全世界都知道 現在才有調查結果 如果你現在 別人爆你的資料 你才知道調查結果 我使你這幫傻子嗎 這幫傻子 早幾天 我們已經說了 這一批東西 是被 如果是有一個 黑客用某些程式 那就是 鎖死了 其實你一 你按進去的伺服器 發現某些原本 你應該看到的資料 看不到 你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你帶給你 其實 我們一向說 公關處理公關危機 是三個T Tell it true Tell it off Tell it fast 現在被人踢一腳 才是動一下 根據現有的調查結果 不用你調查了 全部被人爆出來 個人聲明 聯絡方法 現有員工 前員工 求職者 還要求職者 你這樣牽涉多少人 為何還會有求職者的資料 還會保存在 這個就是數碼的另一個問題 求職者的資料 還有少量信用卡 你媽的 被別人拿去錄卡 這個真是 你找個陪 TU就說 宇宙大發被黑客 KO了 那是啊 你國安法 你國安法 就是選擇那些 好欺負的人來欺負的 又說直接聯絡受影響 喂 你的名字 被人的DEEP RAT 爆了出來 你小心點 如果有人無應你 或電騙的話 那你就小心點 不要叫人上當 不是 人家未必找你 找你老爸老母 是否有個李家超這樣的人 哎呀 他現在好像 說什麼 他被別人送去柬埔寨 他現在不贖金 這樣 沒有 這個你講的就是 好像昨天香港警察 一個Facebook post 說 如果有人自稱 這個反詐組織律師行 黑客 幫你追回騙案損失 一定要找香港警察 你幫香港警察 那時候 去什麼KK樂園 那些人 被人抓去 什麼緬甸 柬埔寨之後 叫你警察 你最後怎樣 叫人家網上填表 你幫人 那些問題 你在KK樂園裡面 你所有的事情 是受過那些騙徒監控的 你怎樣 去到填表 大哥 說了十八次 真是白癡 你看 還有 都不是 有些良心 會免費提供 專業保安顧問 負責的身份監察服務 什麼 專業保安顧問 負責的身份監察服務 什麼 什麼身份監察服務 你的身份被人偷了 加什麼責 你現在是不是要網上檢查一下 天天要去網上檢查一下 你有多少個分身 或者你的分身怎樣被人用 就是會不會你的名字 現在這班數碼 這班員工 會不會被人全部登記了去呢 就是捐贈器官 會 是不是 又或者不知道 他們被人幫忙捐了錢去剁舟 這樣 真是欲哭無慮 這些 是啊 突然間 有一班善長人 一個二個 很勇敢去捐錢 去獨州 用信用卡支付 會不會 沒有 這個世界 不是 你問Hacker 有些是擺明賺食的 有些是擺明just for fun的 那你那些真是很難諷刺的 被人這樣玩就 數碼港 這件事真是大醜聞 李家超 一個月之前都還說什麼 還說撥款 五千萬港元 幫數碼港推動Web 3.0 你還沒學行先學走 你安全都做不到 有什麼Web 3.0 你懂不懂什麼叫Web 3.0 李家超 Google Web 3.0 的說法就是去中心化 是啊 去中心化 你現在還沒學行 你現在安全都做不到 還說Web 3.0 還有那一段時間 李家超的那些詩 在說什麼 響應數碼人民幣 要搞什麼數碼貨幣 數碼貨幣 其實是強化中心化的 8月15號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撥款 五千萬給數碼港 8月18號 數碼港就被人勒索了 你這筆錢 你夠不夠 其實你本身這筆錢 可能用來交贖金 撕個二百多萬出來交贖金 Oscar就說 不在現場就不會有事 不如大家不要上網 現在不是你想不上網的問題 是數碼港 所有的東西都上網 那些是在他的cloud 下載下來 沒事的 有沒有人下台呢 數碼港 誰負責保安的 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說的 你說這些 這麼大件事的事情 沒有人問責 你說KPI 這個時候KPI 你不只是說那些商業機構 還有政府部門 政府員工 記不記得 有很多人的 你現在你跟我交代 大哥 你排紅那裡也算了 你那些人不通知 只有十五分鐘通知 人家 一時就說三十分鐘 三十幾分鐘 然後李老師說 李老師 就說半天 鄧炳強 就說四十五分鐘前收到通知 跟著 他發那個 就是排紅報告出來 十六分鐘之前才發 李老師不是 李老師就告訴你 半天之前已經通知了你 香港的傳媒都啞了 但是不啞又不行 敢不敢問那些敏感問題 只有RFA問 只有RFA報道 我再說一次 現在被洩的資料 有HR人事部 財政 金融科技團隊 Fintech Leasing Project 有數碼趕員工的資料 強積金公款紀錄 租戶的檔案 773間商業機構 四間非牟利機構 和政府部門 58間培育企業 聘用人數超過五百五千 五千八百二十人 這些事情 你現在 什麼事生意都不用做 還說什麼 你安全也做不到 還說三點零 李家超在做夢 看到李子敬 找梢基筆水 就說很感動 就說覺得 香港要搞國際慈善中心 不只 還有一批穿著民建聯衣的人 蹲在那裡 摸顯 有車不用 用手不勵 你不信科學 又相信天意